大家好,这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方 那今天我们这期的生存内容就是 这个世界上的箱子全部都变成了奖励超级丰富的变态箱子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快速通关并打败猛影龙呢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开始生存 首先,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找到箱子的地方 你们应该非常清楚 那就是村庄,对没错就是村庄 又要去找村民百败们借一点东西了 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要准备一些基础的工具 因为在路上得有足够的食物才行 先是一把木斧子,用来砍树,还有砍肉 OK,砍三棵树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直接去找村庄吧 一边找村庄,一边找岩浆 除了村庄以外的话 在地狱的那个地狱堡垒里面 也是比较容易找到箱子的 那个地方箱子甚至比村庄还多 村庄,村庄 哦对,矿井上好像也是有箱子的 有那个矿车像的箱子 不过作者貌似没有设计矿井的 所以我们这期就不去矿井了 村庄在哪里呀 不是很好找啊 哦,找到了地狱传送门 那边找到了仪器的地狱传送门 要不我们直接去地狱吧 反正都已经到了附近了 那要去地狱的话 我们就得先准备一点铁 要做一个打火石 或者说那个箱子里面就有打火石 那就更好了 呜呼,有打火石 那还是要一点铁啊,我们要做个桶 要四个黑钥匙 这里岩浆不够用啊 这里只有两个岩浆 那我们先下去挖点矿石吧 哦,来到了一个矿洞 刚好狗子坏了 铁烧完了,做个水桶 我们现在先搭上去吧 天快黑了 接下来挖了这么一会儿 天都快黑了 把这个岩浆打过来 OK 然后放在这里 还差两个岩浆 先把这个水放这里吧 要下去再找两个岩浆 我看看附近有没有岩浆 有的话我们就直接去地狱了 那边是不是有啊 那边这么亮 那个地方可能有岩浆哈 我们过去看一下 可能就找到了 要找岩浆的话 其实还是晚上方便一点 因为岩浆会发光 看错了,看错了 没有岩浆 哦,那边有,那边有 但是我需要两个 睡觉 岩浆在那个方向 冲啊,岩浆在这边 看到了 但是怎么看起来 好像只有一个岩浆呢 不是吧 一个可不够用呀 貌似真的只有一个岩浆啊 最后一个岩浆在哪里 站到高点去看一看吧 那准就找到了 好家伙,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呢 先把这个给弄了吧 要不我还是直接挖下去吧 哦,有岩浆了,有岩浆了 nice 哦哦 yes,前往地狱,冲啊 哦,有金子了,有金子了 来四个 好,我去地狱 也不用怕被株林打了 我有金鞋子了 耶,我回来了 地狱 冲啊,地狱 走你 嘿嘿 哦哦,来咯,来咯 来咯,来咯,地狱咯 哇,这个地狱 光线看得真的好不舒服啊 虽然是挺好看的 哎 就在外面 就在门口哎 哇 哈哈 保箱,我来了 哎,有了有了有了 哎,在这个里面 哎 观众朋友们,见证奇迹的时刻要来了 在这个地方的保箱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啊,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开启 哇 东西不是很多啊 这边还有一个保箱 我刚看到 来点好东西吧 走你 下界合金服 耐久二 那他伤害应该也挺高的 不过这个要塞的保箱 比我想象的要差一点 走这边吧 这边没有下来过 哎,有了 哎,钻石裤子 今夜修补黑钥匙 又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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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 木影珍珠 这么多木影珍珠 但木影珍珠只有这一点 其实还不够了 我们要好多木影珍珠的 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我都开了这么多箱子了 绕了好多圈了 哎呀,一点也不变态吗 这个地方的箱子 我要去找猪林堡垒 我要去找下界堡垒 但是 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下界堡垒可太难找了 非常稀有啊 观众朋友们 能不能允许我locate一下 我locate一下 然后自己跑过去好吧 你们不回答 我就假装同意了 主要是平时我们是不需要吃这个地方的 就是为了展示这个数据包 所以才要吃的 什么鬼地方啊 啊,救命啊 哎,就在这附近了呀 四个方块 四个方块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就在这 哦,哦,到了,到了,到了 不能挖这个金啊 挖这个金要挨打 我主要是来开宝箱的 不会有猪林暴君吧 啊,啊,啊,啊 OK,那么本期生存视频 正式转变为 创造模式的数据包 介绍视频 研究了一下 我们在正常情况下 应该先去村庄的 村民们传承了几百年的彩跑 都在这个村庄的宝箱里面 或者我们找沙漠神殿也可以 沙漠神殿里面 也有很多这个材料 还有很多钻石块 还有很多复活图腾什么的 还有武器 还有附魔金苹果 我没做好功课 怎么跑到地狱去了 地狱的那个箱子 反而是最穷的 连这个丛林神庙的箱子 都比它好 丛林神庙的箱子里面 甚至还有可能有翘翅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大家就当成 普通的极限生存来看吧 本来不是人想剪出来的 但是感觉又有点浪费 那这次就不求大家的点赞了 我是小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